亲爱的徒儿,你还好吗?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到同仁卦 先来看一下这个卦象 这个卦象 上面是钱,就是天 下面是梨,就是火 天底下生一传火 这样子的卦象 基本上 大部分是出现在晚上 以前古代没有电灯 那天底下生一传火 远远的看 那就是 这样子的景象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因为火 代表着 温暖,也代表着 安全,然后重点是 天底下生一传火 就会有一个场面 就是 一群人就会围着那一团够火 在旁边取卵 烧烤食物 商量生活上的问题 这种生活的写照 而且 甚至 载歌载舞 共同享受欢乐的时光 尽管生活很艰困 但是大家记在一起 这个叫做同心同德 极其快乐 这就是同仁卦内涵 所以同仁卦 在传统的易经 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 有一群人 大家同心同德在一起 因为如果敌人 或是你讨厌的人 不可能邀他一起来 共同围着火 那所以一定是 一群同心同德的人在一起 然后把他引申了 这一群人就是一个 正大光明的君子 因为五个阳一个阴 这五个阳代表金子 灰碎一堂 那代表天 天底下有一个光明 那这叫做正大光明的金子 那正大光明的金子呢 跟 我们现在 现实的人类社会 有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 这是一个理想 因为现在人类还充满着 邪恶啦 虚伪啦 不真实啦 那义经里头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君子 叫做君子人 那可见呢 还有很多要努力要提升的 所以 在这个同仁卦 的卦词当中 卦词是 周文王 观在建议里头他写的 他就跟我们做了议言 他说 文明已见 忠正而应 君子正言 为君子 为能通天下之志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 文明已见代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 会有心怀大宗自正的君子人 叫做忠正而应 君子正言 能得天下人心 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为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所以这里再给我们议言 就是引领未来呢 人类的社会 要进化到一个 君子人的时代 那 这个君子人的时代呢 我们从义经里头 尤其白杨义告诉我们 最早叫做原始 就是蒙昧 蒙昧进文明 就是人类开始创造各种的 我们所能够使用的东西 这个叫文明 文明再进文明 就像现在 AI时代 科技高度发展 人工智慧 但是呢 要进到君子人 不然人类的文明 可能会自我毁灭 像最近在打仗 如果稍微不小心 河子大战 刚风节 就有可能毁灭 所以要向上提升 到一个君子人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关键 所以这个君子人 就是一个白杨旗 同仁卦的同仁 就是君子人 那这个 周易呢 是讲一群同心同德的人 叫做同仁 白杨的同仁卦的同仁 指的是一群君子人 那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要为人类大同世界而努力 从小同到大同 从修身齐家 到治国平天下 所以整个白杨义呢 它启示我们 就是一个君子人的修炼 它要具备这六个窑 言忠信 私利通明 人在身 色无法 笃行信道 得不宜归 穷是忠实 然后我们一个窑一个窑来了解 第一个窑 初九 君子人 言忠信 这是在讲说 一位有德的君子 要修炼成为领导时代的君子人 首先呢 一定要懂得谨言圣行 要以忠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准则 也就是说 你讲出来的话 你就要去兑现 然后答应人家的事 你就要去做 所言所行 您皆要有忠诚而有信 然后能够得到人家的信赖 信任 当然答应人家的事 一定这个事要是好的 是合乎这个道德的 而不是帮人家做坏事 那忠诚 这是一个君子人 最基本的 忠诚而有信 先从谨言圣行上来修炼 再过来呢 一个君子人呢 要能够修炼太和 因为太和就是天地运行的那股正能量 阴阳最调和的状态 把这股太和呢 透过明示一指点来修 守弦归零就进入太和 把它用在处理事情上 心平气和 施力周详 既有通达明确的智慧 从这个修炼这个太和 一个人就越来越有智慧 因为懂得心平气和 懂得施力周详 去处理事情 那因为一个君子人 他要成为一个时代的领导 他一定要能够心平气和 而不是脾气毛病很多 他要能够施力周详 因为要面对的事情很多 所以他要有那种智慧 要有那种智慧 再来呢 一个君子人的内德涵养呢 要以仁爱作为立身的言者 所以仁在身 仁在身就是 以仁爱作为立身的准则 的言则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切以仁爱为出发点 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 不管做任何事情 不管考虑到任何人 不管在任何地方 遇到任何人 听到任何事 听到任何话 都要以慈悲的人爱为出发点 这个叫慈心三昧 这是修我们老祖师的慈心三昧 而且呢 色无发就是不要夸耀自己 就是行慈悲又谦卑 有内涵又不夸耀自己 这个就是修我们老祖师的慈心三昧 不管在任何地方 遇到任何人 听到任何话 都不会改变我的慈悲心 一切以仁爱作为出发点 作为立身处事的准则 第四谣 笃行信道与立 而且这个金子人一定是 他的志向呢 就在于道 不是志向在赚钱 在于 这个 取得公民 当大官 他的志向在于这个道 也就是 要以道来修身 要笃实信道 以道作为立身处事的衣迹 所以 从求道开始 修道 行道 办道 学道 都不离道 然后呢 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以道相继合 一切呢 尊道而行 以道作为最高的准则 第五个谣 德不于行中归 这个是指金子人的修炼呢 他是做八个字 就是整个白羊义经 所教我们的 就是八个字 叫做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生活中 去涵养那种中庸的美德 德不于行中归 对人对事以道为归籍 不偏离修德的归幻 就是大戏话所讲的 一言一行一己一动都在修德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那叫做德不于行中归 当然这种修炼呢 要从生活当中慢慢的去实践 所以生活要有道 另外呢 从应对进退 对人当 对事当中 叫做做人 做人要有德 生活有道呢 就是起机作息 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做人有德呢 就是把这个德呢 是留在别人的心中 让人有所感觉 感动感念 感谢感恩 好 最后一个谣 穷万世之中 这个上九谣呢 是告诉我们 一个金子人 他是很有德性的 而且很有智慧的 叫做卑智 叫做德智双运 德智双运是我们 白阳金子人的特色 那 佛法里面讲 卑智双运 我们金子人 讲的是德智双运 他是用德量来修炼智慧 以智慧来行德 所以越有智慧的人 越晓得要行德 越行德 智慧就越提升 所以他就这两个相互为用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能够具有大智慧 足以穷尽一切事物的道理 让做事 能有始有终顺利完成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金子人的修炼 统统摆在这个同仑挂当中 借六个谣 清楚地跟我们讲 这个真的是佛法老师的慈悲 因为未来就是一个金子人 要领导的时代 我们每个白阳修士 都要修成一位有德的君子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位有德之人 修炼成为领导时代的君子人 首先要谨言慎行 以忠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准则 所言所行 皆要忠诚而有幸 修炼成为态和 在处事情上心平气和 施力周详 既有通达明确的智慧 内得涵养 要以仁爱作为立身的原则 一切以仁爱为出发点 行慈悲而又谦卑 有内涵而又不夸耀自己 今子人自一道 以道修身 赌实信道 以道作为立身主事的一计 一切以尊道而行为准则 修炼生活有道 作人有德 生活中的满养中庸的美德 对人对事以道为规矩 不会偏离修德的规范 得自双运 以德量修炼智慧 以智慧来行得 既大智慧 足以穷尽一切事物的道理 让做事能有始有终 顺利完成 最后我们再把这一卦的卦的经文再读一遍 同仁卦 二十二 天火同仁 勇德君子 君子人言中训 施力通明 人在身色无法 笃行信道以利 得故以行中规 穷万事之忠实 好的 我们最后来做一下回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声 同生一乐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扛